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讲于根伟的足球故事 在天津问起天津足球职业化以来的旗帜性人物 即便不是球迷也会在一瞬间想到一个名字 于根伟 作为天津足球近30年来的标志 这个名字已经和这个城市的文化紧紧融合在一起 时间倒回到1993年 一名年仅19岁的小将由天津二队升入一队 并且迅速占据了一个主力位置 这个矛头小子便是于根伟 转年于根伟入选欺负生执教的国奥队 然而在一次比赛过程中 初出茅庐的于根伟就意外受伤 这也开启了于根伟一条伤腿闯天下的职业生涯 1995年甲A联赛 刚刚由三星集团接手的天津三星队作为升班马 在强者如临的顶级联赛中苦苦挣扎 为了保住来之不意的顶级联赛名额 年轻的于根伟在受伤手术后没多久 便迅速返回球队 帮助球队完成保际 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修养 于根伟的手术效果大打折扣 但也因此挑剔的天津球迷心底 从此记住了这个甘愿为家乡抛头颅洒热血的少女 于根伟再次入选国奥队时 已经穿上了象征核心的十号球衣 这一年于根伟的灵气开始在国际赛场上闪现 他随队出征96年奥运会的预选赛 并在小组赛中打入三球 回到国内 他的酒力进球也帮助天津队再次搞起 1997年 这个为中国足球带来巨大伤痛的年份 对于于根伟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大连金州体育场 面对来访的沙特 于根伟的右膝再一次受伤 让他无缘十强赛接下来的比赛 这也给球迷留下了幻想 如果于根伟还在的话 或许就不会有之后的金州惨案 受伤后的于根伟 仅仅得到了六周的休息时间 他再一次因为天津队 岌岌可危的宝级形势火线付出 但这一次 他的伤腿没能让他重新上演力挽狂澜的好戏 天津队最终降入甲壁 泰达集团接手天津队 可以看作是天津足球涅槃重生的节点 在整合了同样在上一年降级的天津万科之后 全新的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 于1998年正式成立 泰达元年 俱乐部请来了乌拉圭教练吉梅内斯 后者带领球队 以不败的战绩从甲壁重返甲A 于根伟拖着一条伤腿 打入了八球 仅次于队内的外援佐拉 赛季结束后 在吉梅内斯的帮助下 于根伟前往乌拉圭接手治疗 这次的治疗效果极佳 在此期间 乌拉圭豪门佩纳洛尔 看中了于根伟的才华 想要将其留下 但于根伟考虑到加强球队刚刚升入甲A 便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错失了成为登陆南美联赛第一名中国球员的机会 在1996年的国际足连理事会上 各个旅事代表一致决定 由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联合主办2002年世界杯 中国队迎来了冲击世界杯梦想的最佳事迹 中国足协在2000年 找来的曾经四次带领不同国家队 打入世界杯的神奇教练米卢 这一次的世界杯正在入场圈 中国队势在必得 于根伟自1997年后 就没能再入选国家队 米卢的到来 让于根伟获得了亏违已久的机会 但可能是因为对于于根伟所谓玻璃队的担忧 也或者是因为中国进攻线上的人才积极 即便是在当年四国赛上有着不错的表现 于根伟在最初也并不是米卢的主力人选 这让身背天津球迷众望 同时自尊心极强的于根伟有些许不服气 调整好心态后 于根伟决定耐心等待 等待着给米卢和全国球迷一个惊喜 在前四场十强赛中接连替补登场的于根伟 终于打动了主教练 2001年10月7日 沈阳无理合体育场 中国队迎战阿曼 由于此前 中国队四场比赛三胜一平 这场比赛 只要能够打平即可出现 于根伟获得了首发登场的机会 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中 米卢将重弹放在了于根伟的身上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于根伟在上半场打入一球 在比赛结束之后 这立金子般的进球 提前两轮将中国队送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 然而在这立进球 被赋予之后那么重大的意义之前 他先是帮助于根伟完成了自我救赎 也报答了于根伟此前的隐忍 赛后于根伟并没有出现在 庆祝提前出现的人群中 而是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更衣室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当时已经完成了任务 累了 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夕 于根伟左膝任戴司令 虽然及时赶上了世界杯的末班车 米卢也没有忘记这杯功臣 但在随后的比赛中 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影响 于根伟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时间 尽管如此 对于于根伟个人来说 只要能战胜世界杯的赛场 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后世界杯时代 于根伟将自己全部的足球热情 投入到家乡的球队中 2005年4月10日 于根伟在对阵上海国际的比赛中 没开二度 完成了为天津队打入100例进球的里程碑 那个赛季 他为球队打入12球 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 同时天津泰达在这一年取得中超第4名 是职业化以来的最好成绩 2006年中超赛季开始前 刚满33岁的于根伟宣布退役 出任泰达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球队为了感激他14年来一人一成的功绩 在新赛季的球员名单中 依然抱上了10号于根伟的名字 退役后的于根伟于2009年 因为泰达俱乐部内部的动荡而离开了球队 转而投身于青少年足球的培养 成立了自己的于根伟足球俱乐部 他在为天津足球培养后背力量的同时 每当天津足球需要帮助的时候 于根伟依然会挺身而出 2019年他担任投资方出现问题的天津天海的领队 今年他又火线上岗 出任险些解散的天津金门虎队主教练 虽然于根伟此前并没有担任过成年队的主教练 但他在天津足球的威望之际 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对家乡的热爱及忠诚 是他这一生都从未改变过的 中文字幕是传统的 人数字幕是用来自作的 来自行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